记者跟随防治人员 在广东梅州秦阳半岛的草丛中 发现一处土质松软 高高隆起的土堆 用螺丝刀轻轻触碰一下 这看上去平静的沙土堆 瞬间就涌出大量红火蚁 密密麻麻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红火蚁攻击性强 蚁巢一旦受干扰 就会迅速涌出攻击入侵者 每年3到10月是红火蚁活动的高峰期 而农田往往是重灾区 因此专家建议 如果在外出踏青或田间劳作时 发现红火蚁的踪迹 需要联系相关部门进行专业消杀 如果不幸被红火蚁咬伤 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字 冲洗冷敷就医 可以用清水或者是肥皂水 去清洗我们局部的一个伤口 那肥皂水的话 因为它是碱 它是减轻的一个冲洗液 它有一个综合我们那个毒素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冲洗完之后呢 就立即用冰敷 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 或者是体质比较弱的人 肥皂120是比较安全的